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链接 有人更是直接问能不能转手卖给自己 小镇居民的反应愣是将三蹦子捧成了网红 而自从第一条三蹦子到达美国公共手里的视频火了之后 博主Bobo在美国也陆续更新了数条视频 小编看完觉得是两国人民在平时日常生活中的文化差异 助推了三蹦子火爆美国小镇这件事 一个细节中国网友很关心也很疑惑 从国内运过去的国产三轮车在美国能正常上路吗 关于这一问题 博主专门更新了一条视频进行回应 视频中博主陪着美国公共先到了当地车管所 尝试给电动三轮车上牌照 其中工作人员的反应就很新鲜 问这车应该怎么启动 博主的美国公共说像摩托车一样拧着开 听完工作人员表示他也很喜欢这车 也想弄一辆 在经过工作人员检查后 这辆电动三轮车符合上路的规则 可以上摩托车牌照 并享受与摩托车相同的路权 但是得去警察局搞定手续 在警察局窗口的工作人员同样表达了 他们对于中国三蹦子的惊诧 对方表示从未看见过 有人把皮卡的斗安在电动车后面 这也太酷了 这条视频的最后 这辆电动三轮车也是成功通过了验车缓解 有警察甚至也还建议博主 可以向当地市长提议建一个厂 把零件从国内运到美国 然后再组装售卖 可以看到在围绕三蹦子上牌的视频里 博主细心地记录了一些美国路人和警察的反应 不少网友也是说到 太好玩了 像是在看电影 事实上 视频中的这辆三蹦子产自 江苏国威摩托车有限公司 位于江苏无锡西山安镇街道的西山电动车产业园 据该协介绍 今年元旦以来 美国本土消费者从各电商平台下单的数量持续猛增 明显感觉美国的订单比以往多了 都是通过电商平台私人定制一单一单过去的 企业负责人介绍 除了新近热起来的美国三轮车定制市场 他们每年生产的两轮三轮电动车总量中 有两到四成会走出国门 订单是有涨 但不完全是因为那些视频的原因 企业负责人表示 我们本身就有固定的规模渠道 不光出口美国还有其他国家 我们坐摩托车的出口已经有近20年 通过搜索我们也可以发现 国威的官网是全英文网站 根据官网介绍 国威已有年产摩托车30万辆 电动车80万辆的生产能力 200多个款式的摩托车和电动车 畅销全国各地 及海外80多个国家和地区 武溪市西山区电动车对外贸易协会秘书长沈渝介绍 近年来西山区电动车行业 响应国家走出去的号召 出口总量不断攀升 截至到2023年 行业平均外贸增幅达到了20% 个别企业甚至还达到了50% 实际上江苏是世界电动车之都 特别是江苏丰县 世界电三看中国 中国电三看丰县 丰县是全国最大的电动三轮车产业基地 目前丰县已累计拥有新能源电动车 整车及配套企业1000多家 年生产整车能力突破500万辆 占据国内60%以上的电动三轮车市场份额 和95%以上的电机市场份额 产品出口到130多个国家 看到这里小编不禁感叹到 这个世界正迅速成为一个巨大的 Made in China舞台 这款曾经在中国农村人手一步的交通工具 如今在美国市场也大受欢迎 想象一下 如果在美国每个家庭都拥有一辆这样的三蹦子 那将会是怎样一番壮观的景象呢 三蹦子是指汽油动力 戴鹏三轮车 电动三轮车或是四轮车的俗称 是北京天津等地的土画 根据驱动方式的不同 可以具体地分为人力三轮车 电动三轮车 燃油三轮车等 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当时在中国的农村开始流行一种叫做 三轮拖拉机的车辆 它是由一辆自行车和一辆拖拉机组合而成的 可以用于运输农产品和杂物 后来随着科技的进步和市场的发展 这种车辆逐渐演变成了电动三轮车 它不仅可以使用电池作为动力 还可以安装遮阳棚 音响等设备 提高了舒适性和安全性 电动三轮车因为其便捷实用经济等优点 深受中国农村和城市低收入群体的喜爱 成为了他们的出行工具和生活伙伴 这波冬天马上就要过去了 三月就到了农耕的时节 电动三轮车也要开始在田间地头唱主角了 当然想购买三轮车的人也越来越多了 尤其是南方地区多雨天气 因此半棚全棚的三轮货运车辆就会更受欢迎一些 接下来小编再给大家分享两款自带棚的重型货运电动三轮车 龙鑫ESE 作为传统模企 龙鑫在三轮车方面造车经验还是很足的 新车ESE是一款全续模板金工艺车辆 霸气前脸造型 配有中置式透镜大灯组 发光强度高 聚光性好 夜间行车更安全 该车采用了冷压成型全板金蓬头 车架一体焊接 结构墙更稳固 增加透明侧窗 行驶视线更广 一体式冲压顶棚 四周流水槽设计 强度高 流水更畅 该车采用了双层叠加车架 边辆为40x60cmd的钢材 450毫米高 一体滚压花纹箱板 燕尾槽结构底部支撑 载重性更强 驾驶室配有850x360毫米加长座椅 和670x400毫米加宽靠背 高回弹冷发海绵 驾乘更舒适 该车还配有7寸LED液晶大屏仪表 自带防炫目功能 配有一体住宿成型仪表盘 各功能按键科学分布 同时 这款车还搭载了 1200瓦的永磁电驱电机 配置了72伏50A的水电池 最高速度为45000米每时 最大载重3000斤左右 金棚丰锋刃 这款车属于简易棚的货运三轮车 棚顶可拆可屑 前脸采用了镂空的设计 不遮挡原车大灯 车身采用了电镀工艺 经典的太空灰 使得车辆看起来更有质感 关键是不生锈 不掉漆 橙色好 整车采用了四开门结构 方便运输和卸货 该车使用了50x40的加粗方管 结构驾驶 承载力强 针豆花钢板底 耐磨耐用 使用寿命更长 一体式滚压式工程门板 冲压加强筋加持 经久耐用等 前后轮使用了 加厚国标钢板挡泥瓦 扎实稳重 这款车采用了 镀铬的铝筒液压 前叉减震 后置多弹簧支撑的减震 值得一提的是 金鹏锋刃使用了 贴合人体腰椎曲线的 有效降低驾驶疲劳 豪华的多功能方向板 操控更加灵活 中间还有豪华的 竖显大屏幕 这款车还搭载了 1200瓦电机 配置了72伏 60安时的大容量电池 速度35000米每小时 续航里程80公里左右 载重2000至3000斤 日常拉一些化肥种子 非常轻松 龙心 金鹏作为行业一线品牌 整车的品质都是不错的 而且还能上牌 唯一需要注意的是 驾驶任何车都需要安全底 三蹦子更加不能例外 好了 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大家会买一辆三蹦子回家吗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分享 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 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 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 关注我的频道 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 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 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关注我的频道 然后我们下期见 还有这准备来桂内容 关注我的频道